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陶志愿者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今天大盘受到政治利空的影响 可以说跌了比较深一点 可以说这一波上涨1130点以来 今天算是跌了比较大的一天 我们看一下 今天是跌了85点 今天量还有1600亿 这一根黑黑棒85点 是这一波上涨31天 上涨1130点以来 跌了最深的一天 其他都没有 那当然在这样一个下跌之下 这个盘势到底有没有转空的危机 尤其指数也跌很深 我们看一下指数今天跌了126点 跌了非常的大 到底这波行情走完了没 从来没有跌那么深的 31天了 1000多点的上涨从来没有那么深 到底这个行情结束了没 波段的涨幅 领先指标明显高 什么是涨1108点 非常的明显 结束了没 这边其实非常的清楚 当然附线有转路的迹象 代表要陷入盘整 但是主线还是没有死 所以我们说这一波的行情 当然只还没有结束 尤其最明显的叫做金融 最强的没有错 这么的强 说真的这个要让他把他打死 真的是太困难 因为这个实在是太强了 这一波涨幅已经超过215点 超过215大点 这个行情当然是没有结束 最弱势的族群叫做电子股 5月9号电子股是最弱势的族群 这一波反弹的力道 说真的是电子目前呈现最弱的 互线已经转空了 主线已经有点脆弱了 再看15分钟线 那更明显 电子是非常的脆弱 电子股已经盘整13天了 你会发现你现在手边 如果买的是电子股 都没有在动 甚至在下跌 13天前在这里 13天后还是在这里 还下跌一次 再反弹上来 那反弹无力又压到 这个13天前的位置 所以我们说这13天 如果你买电子 那真的很辛苦 因为大盘在涨在标的过程 你的股票完全没有在动 甚至还在下跌 所以我们说这一段期间 你买电子是买错了 那为什么最近电子这么弱势 因为资金动能退潮 本来9成90%的比重 降到8成 降到7成 甚至降到6成 降到52% 今天56% 还是一样 连6成都不到 所以我们说资金动能失血 所以造成它的反弹力道不足 表示很多人资金 撤离电子股 跑到其他族群去了 所以你在选股的方向上 当然必须做一个调整 现在只有5成 多一点点在电子 那你把100%资金 压在这里 当然是不对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观念 很简单的一个概念 尤其很多族群 它一点点资金就会涨了 不像电子股一定要8、9成 很多族群 它只要一点点资金 向盈建 今天涨最多 它只要3到5%就不得了了 这都没有 现在你去买电子是错的 因为它的资金动能在退潮 懂意思吗 昨天跟大家讲过了 为什么电子不会涨 因为主线是 在空头格局的 它并没有翻多 这是60分钟线 所以你会发现这一段很强 但到了这里 形成盘整的原因在这里 但是也不会跌 因为户线还是多头 今天呢 今天跌下来 请问有没有转空 有 60分钟线通通转空了 所以我们说你在操作上 必须特别小心 现在你去买电子 在一个相对的一个错误的一个点 因为这个不是三线翻多的格局 懂意思吗 所以选股的方向非常明确 你要买电子股通常都不会涨 这个答案已经告诉我们已经盘整13天了 它不是走一天 它已经盘整13天了 所以你最近买电子 大部分的股票几乎都没有在动了 除了少数 但是你也可能挑不到 难道电子每档都会跌吗 没有又涨的啊 但是你不一定找得到 有吗 比如说有训啊 为什么今天大盘这么弱 它还可以攻上涨领板 为什么 因为这边叫做三线翻多啊 盘整完成之后均线集结 集结之后补量 补量后三线翻多 蹦蹦蹦 有没有 这六天里面有三只涨天 这个叫多头的股票 但是你不一定买得到 你也不一定看得懂 我相信你买很多股票都没有在动 也没有在涨 所以形成 电子股形成一个横盘 虽然明显的 你现在买这个族群是错的 我刚讲过一比重降到五成多了 有没有不一样 差很多 这13天在整理 有没有差很多 这13天有没有看到标翻天了 包含什么 这叫赢界还有呢 金融啊 你不要看他今天跌 问题他这个上升轨道 60度的上升轨道他也没有跌破啊 你看这13天是标翻天了 不会涨啊 很明显你买这个族群是错的啊 有没有 答案已经告诉我们了 当然今天的黑黑棒 你很关心 到底走空了没有 我的答案直接告诉你 不用掩盖 也没有什么模拟两可 多就多 空就空 这个叫三线翻多 所以你不用怀疑他 金融股多头格局完全没有走完 就拉回修正 是让你减便宜货的时刻 要买什么股票 我随便举一档给你做例子 金融股的多头还没有走完 你不用去怀疑他 懂意思吗 因为他是三线翻多的格局 来 举一档股票做例子 这两个股票叫做护华金 昨天攻上了掌停板 好没有 不用怀疑他 他就是三线翻多的股票 来 为什么 因为这边有写三线翻洋 看到了吗 高点高点连结成的线叫颈线 颈线突破带量突破 接下来跳空 上去了 股权 经营权的争夺的一个题材 护华金原来是谁的股票 是国民党的股票 我们知道护华金 做很多证券的融资 融资的利息 都是高于定存的利息 相当的多 而且非常的稳健 因为你股票去借钱 你不可能不缴利息 你不缴利息 他把你股票拍卖 所以他永远都不会吃亏的 我们谈 有没有 护华政经 就是护华金的一个 经营权的一个题材 他所经营的项目 所以他 获利相当的稳健 尤其在行情好的时候 最近元大集团要发动 经营权的一个争夺 目前护华金 算是之前是国民党所属的 那目前的大股东 是包含的元大集团 包含的什么 国民党 包含的官股 目前 他怕元大集团 他虽然涨有30几% 但是他怕2008 万一国民党在主政 在成功 这个2008总统又选赢了 那没办法了 那官股又变成什么 变成国民党的 国民党加官股 就超过了元大 所以他最近要怎么样 要发动经营权的争夺 要把护华金的 把它抢下来 不然两年之后 万一国民党选赢了 那又没有 因为官股又变成国民党的 那加起来就比元大多了 那元大就 护华金又没有 又变下抢去了 所以他最近 即将要发动经营权的争夺 要发动临时股东会 来争夺经营权 好没有 这档股票目前17块左右 发动股票经营权的时候 曾经有一档股票 发动了这个经营权的一个 这个争夺叫经典证 一档没有赚钱的公司 都可以涨到15块多 那你想想看 以护华金 这种体质不错的金融股 尤其国民党势在必得的金融股 现在竟然只有17块 在未来的两个月到三个月 老师朋友 你要再看到这个价位 可能会很困难 原理我已经把它写在这里了 尤其你看外资买了多少 这是外资的买仓 不多啦 这从4月到现在 64,665张 他也都看到这个题材了 懂意思吗 或许是 有意要争夺经营前年 利用甲外资来进场 买进的筹码 这些股票当然是暂时不可能出 因为他要懂签改选要用 所以暂时是不会动的 这筹码相当安定 突然没有股价开始喷出来了 所以这档股票很简单 就是你要布局的标的 我想只是随便 举一档股票来做例子 金融股题材展完了没 当然没有 还有很多好的标的可以选 重点你选得到吗 这个就是我们会员进场 布局的标的 没有错 这档股票叫做护华金 三线翻多的题材 所以我们在现阶段 你要买的股票 暂时不是电子股 原因 为什么不是买电子 再看一次 因为他陷入盘涨 资金比重退潮 降到五成多 要买的族群在哪里 要买的族群在抗通膨 概念股 发现哪些 因为外资热潜持续的贵赂 台币的升值 现在升到31.5亿 油价不断的创高 原物料 铜席 镍 鲜 鲜 葛 白金等等 涨翻天了 黄金今天已经供到685块了 不断要创新高 要创这25年的新高 要供到700块以上了 水电瓦斯都要涨 这个叫通货膨胀 所以你要买的股票叫抗通膨 概念股 包含资产金融营件 绝对不是电子 所以你看你最近买电子 没去 要买什么 在这里资产金融营件 这叫营件 对不对 你自己比比看就知道了 没有动哦 涨翻天了哦 还要买什么 营件对不对 金融对不对 来金融 有没有 跟电子有没有不一样 哇差太多了 这个没有带动嘛 有没有看到标翻天了 金融走完了吗 今天长黑棒哦 三线翻多的格局 没有任何的改变 可以布局的股票 我刚刚已经给你提醒了 就像刚刚我讲 争夺金融权的护华金 就是很明显的例子 未来这两三个月会涨到哪里 你拭目以待 你最好笔记本把它写下来 到时候很多人都会讲护华金 你放心 股票涨起来很多人就追了 还要买什么 买资产啊 我不是跟你讲了吗 有吗资产有涨吗 电子没有涨是没有错啦 那请问这13天里面 资产有没有涨翻天了 你自己用眼睛看嘛 你看有没有涨翻天了 为什么会这么强 因为三线翻多 没有为什么 知道没有资产之王叫做台北 他不涨谁有资格涨 叫什么 叫做泰风 不是涨五成了吗 知道没有什么格局 就是三线翻阳嘛 所以很简单 不断的涨停板 第二支 有没有 第三支 第四支 第五支 这是昨天的 当然你一定会问说 老师 起五支跟你有关系 你敢有买 眼睛张亮 谁买的这边都有等级 几个个是泰风 很明显 都写得非常清楚 谁买的 普通我也买的 第四支了 有没有 就攻上涨停板 开盘就涨停板了 第五支 老师朋友 已经五支涨停板了 什么格局 就是三线翻阳 你不用怀疑它 它就是多头的股票 这个叫三线翻多的股票 你买不买它都会涨 昨天还是涨停板 我也跟大家讲过了 老师朋友 今天它还会再涨停板给你看 有没有 这不叫三线翻多的股票吗 股价创新高 股神线也创新高 所以多头没有走完 你不用怀疑它 问题来了 今天重错将近100点 泰风还会涨停吗 刚不可能 你如果问我说有没有涨停 我要跟你说很抱歉 差一毛 差0.1 来有没有涨停 不好意思 差0.01 差一点点 差一毛钱涨停板 当然你也可以说它没有涨停 你要说没有涨停 我也没有话说 因为真的没有涨停 因为差一毛 刚好就是差一毛 差一档 最后一档 差一档 攻上涨停板 头没有 但是今天大盘第二将近100点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接受 大盘就要100点吗 它差一档涨停板 差一档 攻上涨停板 当然你会问我说 到底这档股票做完了没 看这里就知道 这边有没有写走完 这边写三线翻多 虽然涨了67%走完了没有 没有 但是话说回来 你这十几天会不会觉得很寂寞 我们会很快乐很兴奋 涨翻天了 但是如果你买错股票 这几天大概是很辛苦 也可以说很痛苦 都没气 都没有再涨 都没有再涨 涨翻天了 还有没有 有 市值七天七支 跟台风差不多了 台风一六支 市值七天七支 当然是比台风强一点 七天七支涨停板 这个叫三线翻多的股票 但是万一你买错了 我刚讲过 这几天你很辛苦 也很寂寞 也很心情不好 有什么 国票都没去 当然也心情不好 有没有 都没有在动 有没有 但是你买对的股票 哇天哪 天哪 市值 台风 台风 都涨五成以上了 投资品 资产 金融 营建 不跟你讲得那么清楚吗 真的有涨吗 真的有七天七支吗 一起来数嘛 一支 今天又攻上涨停板 又攻上涨停板 有没有 有啊 攻上涨停板 这不叫市值吗 之前有涨七支吗 投资品 今天已经第八支了 不是七支 来之前怎么涨 来 公开讲了 4月19 你不要以为涨很多 还没涨完 为什么 因为三线翻两了 不用怀疑它 它就是要开始标 来 我没有买在最底点 但是一样会赚得笑嘻嘻 来 一支 两支 三支 四支 五支 六支 有没有 七支 七天七支 当然你又问说老师 这跟你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啊 因为货员买的当然有关系啊 如果没有关系 很多人在讲啊 问题他有买吗 没有买 那干啥屁事啊 有买的才是 才是了不起啊 讲每个人都可以讲啊 说这个也没犯法啦 问题他有买吗 真的有七天七支吗 谁买的 全台湾只有我 绝无分号啊 绝对没有第二个啦 你放心啊 来一起算 第一支 谁发了抠讯 等级这边都有 没有等级的抠讯 都是骗人的 不要忘记 抠讯一定要写等级 这个才是真的 普通我也买的 第二支 这边都有日期时间 第三支 第四支 第五支 第六支 有没有 第七支 有了哦 5月5号9点9分 开盘把它卖掉 七天赚七支的 糕点哦 不是跌到平盘哦 卖完之后 达到平盘一下 有没有 上次出掉的 今天又把它买回来 一买又涨停板了 可能是我们会员的力量 也不小了 一买又涨停板了 没错 买了以后 马上抢了 攻上涨停板锁住了 大家恭喜 已经第八支了 虽然你买对股票 真的是赚到笑嘻嘻 但是买错股票 也真的很辛苦 为什么 因为股票都不会动 所以我现在这几天 你应该感受很深 你的股票都没有在动 但是你看我们股票 已经八支涨停板了 台肥后生 市值等等一大堆 这一波 如果你没有买到这些股票 那真的是很遗憾 为什么你把方向看错了 会涨的股票在哪里 我已经跟你讲那么清楚了 资产金融研究 你看我会不会去乱买 不会 我一定买这些股票 你买对这些股票 投资博 让你赚到做梦都会笑 你看你做梦会不会笑 为什么我今天敢再买回来 因为三千万多 我当然敢 拉回两天之后 整理完 投资博 今天又买又涨停板了 第八支了 这个这四支 你为什么没有赚到呢 你没有赚到 我觉得很可惜 还有自信 投资博 这两股票是观光的股票 对不对 刚跟你讲过 买什么股票 来再看一次 资产金融 一件观光 有没有 观光 有什么例子吗 为什么观光会长 你看一档股票就知道 这档股票叫做凤凰 它是一档旅行社 这是个开放 大陆人士来台探亲 来台观光 他们的观光 我们台湾的旅行社 必须经过大陆官方的指定 你没有它指定不能办 那谁跟大陆官方关系很好 这种股票将来 怎么样 会承接到很大量的业务 当然就会得到很大的利润 哪一家 就是凤凰 所以你看它短短一个月之内 涨了2.5倍 说真的 这十年内 除非刚刚挂牌的股票 那个不用讲 那一天 因为它没有限制 所以一天挂牌 就可以涨很多倍 那个不用讲 如果七天 一天七趴慢慢跳的 一个月能够涨2.5倍的 没有 除了这一档之外 叫做凤凰 所以都没有 你不要去忽视观光题材 这一档股票 已经把比价空间拉出来了 所以你不要去忽视一个题材 叫什么 叫做观光 因为它已经走给你看了 它就是要涨2.5倍 所以会带来很多股票的比价空间 好 来了 要买什么股票 就是自信 为什么要买自信 这边有写 因为自信转投资 台北的美丽华酒店 持股76% 投资没有 这档酒店 目前已经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 跟建国北路口已经开幕了 定位在四星级的饭店 他要接的就是大陆的单 他不要走五星级的 因为大陆客不一定会住五星级 五星级他们也不一定住得起 因为开玩这是第一类 第二类 第三类比较有钱 第二类是什么 就是经过他地转过来的 比如说去泰国 又转到台湾来了 他就是很有钱 才能够去泰国玩一玩 又来台湾玩 懂意思吗 所以第二类显然比第一类有钱 第三类就是大陆的华侨 陆侨 他们也是相对是比较有钱 第一类说真的 在这三类比起来 第一类算是比较没钱的 所以他不一定住五星级的 会哪一种饭店受用最大 就是三星跟四星的 哪些公司 其中一档 就是自信 因为他转投资这样股票 叫美丽信酒店 已经在市民大道已经开幕了 四星级的 持股有76% 请问自信 这种股票目前多少钱 13块 天哪 纳秀 看到吗 已经涨50%了 每天涨停板 头这边三线翻两这么强 这个怎么会走完 你自己把它记起来 目前13.9 你有一天会看到这个数字 不断的变化 他不一定会在意 后许会慢慢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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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不一定买得到 为什么 开盘都涨停了跟刚刚讲的那个这个凤凰一样 开盘的设 后许会 你不一定买得到 我们的会员已经进场了 今天打开 刚好就是我们会员进场的时刻 因为最低点说真的我也来不及切入 看到时候开始坏 三线翻两个都涨停了 拨拨开了涨停 塞掉也没办法买 今天我们会已经切入了 所以没有 现阶段有很多好的股票可以让你来进场 未来这些股票都有可能会飙翻天 你不要忘记了香港开放大陆以后 很多股票都是涨倍数都是10倍20倍的 涨一倍都算很少的 都是涨10倍20倍的 所以没有 以后你要看到这种股票十几块 尤其跟大陆观光有关系的股票十几块 找不到啦 说真的啦 所以现阶段很简单你的动作必须把我脚步跟紧 很多股票你行情错失了没有关系 切入点我会帮你掌握 哪些股票还可以再买我会告诉你 你的动作很简单电话打通 打通之后你会赚到笑嘻嘻 我买的股票绝对不一样 一定是三线翻两的 没有一定会让你赚到笑嘻嘻的 都开了涨停了你看多棒啊 台肥 有没有 这个市值 太风都做给你看的 谁买的你都刚看到 每档股票一定有扣讯 一定有会员的等级 这个才是真的 要赚钱 北无他法 就是把电话打通 把手续办好 我们进到广告 再回来现场 SARS曾经是我们的痛 但我们一起洗手对抗病毒 走过SARS风暴 因此我们感受到预防与健康的重要 秋风起也是禽流感流行期 同时阵风候鸟来台过冬 为了防止禽流感入侵伤害我们 懂得预防是必要的 避免与禽鸟接触 若有接触要马上洗手 禽肉与蛋要煮熟 拥有自我健康管理观念 让你健康又快乐 全通投顾 值得脱付 从前有两个裁缝师 书有一块神奇的布料 可以做出最漂亮的衣服 但是只有聪明人看得到 你看 娃娃没有穿衣服 修修脸 从前有两个裁缝师 哇 姐姐会自己看书来 好乖哦 阅读丰富生命的每一刻 弟弟会自己看书了 好乖哦 走私动植物及产品是危险的行为哦 因为有可能夹带动植物疫病虫害 威胁民众健康安全 为了杜绝国外疫病虫害 借由走私入侵 请勿走私动植物及产品 检局走私专线 0800 039 131 动植物防疫检疫局 关心您 欢迎订阅我的朋友 现阶段你不能乱买股票 因为乱买股票 很多股票都没有在动 甚至会造成你的伤害 举例一下 奇美店 这两个月 股价其实在横盘 所以这两个月如果你买了以后是白忙一场 很辛苦 压力很大 为什么 因为别人在涨停 把你的股票都没有在动 你会心盘 你会没有耐心 你会很生气 心情不好 把身体都搞坏了 搞了半天 根本就没有在动 那你为什么买这种股票 两个月白忙一场 为什么 因为是走空 可是你看不懂 你就白白追 看到红就追 追完之后打下来 在那边跌 两个月过去 你根本没抓到钱 四个字 白忙一场 做白工 一不小心 更严重来跌停板给你看 为什么 因为合并营收下滑 但是当你看到 已经来不及了 那开盘就跌停板了 一架到底 你卖都卖不掉 为什么 天啊 这两个月来 不是白忙一场吗 你不是做白工吗 投这边 这种股票绝对不会碰 因为它是空投 创高 你很高兴去追 但是不能追 因为它没有翻多 但是你去追 追完之后 蹦一个跌停板 你看这个缺口这么大 你买了不是很痛苦吗 而且压力又很大 还有很多例子 不是一样吗 这两个月来都白忙一场了 这种股票真的太多了 一不小心跌停板给你看 投这边 今天半根跌停板 为什么涨不动 空啊 所以你会去买 我绝对不会碰这种股票 你会去买到空投股票 一不小心它跌停板 那时候你就会很辛苦了 有没有 扬字又跌停板了 为什么已经跌一万了 从48今天跌到38了 就是空投啊 你看这边最后一段 死去活来 来特写一下 翻多翻空翻多翻空 这是不去的吗 你再去追追最高点 有没有 48今天剩下38 一张赔一万了 转空你不知道 一不小心跌停板给你看 所以这种例子 实在太多了 我讲不完 我的会员绝对不会去碰空投股票 但是你有可能会 买了就是准备受伤 我说真的我不希望看到 但是也没办法 这可能发生在你身上 绝对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我的会员绝对不会碰空投股票 来要买什么股票 要买抗通膨概念股 资产金融银件 举例一下 股权经营权的争夺 国民党跟元金正的 外置到现在买超6万多张的 他们不是傻瓜 一路买进 想想看它为什么买这么多 一不小心就跌停板给你看 为什么 因为这个叫三线翻多 所以你要买的股票 必须这种股票 今天跌让你介入好时机 你到时候不买又涨停板 你都来不及了 投资你将来要看到 这个一字头可能会很困难 未来这两个月 五成的资产股 有没有 当你的股票没有在动 它已经涨五成了 为什么 三线翻多 你买不买它都会涨 我已经跟你讲过了 一不小心 差一档又攻上涨停板 攻赫 差一档攻上涨停板 已经涨67%了 涨完了没有 当然没有 市值 今天又涨停板了 已经第八支了 投资 没有 攻赫 市值 攻上涨停板的 为什么这么强 因为它是三线翻多的股票 但是你看不懂 你不敢买 还有没有 有 比如说自信 观光类股13块的 说真的没有 全国只有这一支 没有 已经涨五成了 三线翻多 这种股票 你不买 你要买什么 还有很多好的股票 我会带你进场的买 把我的脚步跟紧最重要 电话打通就可以 把手续办好 这个动作最重要 其他都是白讲 我们见到这里 明天再见